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汪潔秋 首先介紹這一節加入我們的來賓 第一位是耶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亮哥 大平安 資深媒體人謝寒冰冰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六位候選人張志倫 李舅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選戰打得火熱 各家場子都在搶人 然後都說我人最多 但是其中最熱的恐怕還是 賴皮寮 除了有各種建商的變形 哭手廣告出現之後 小朋友寫考卷也發現厲害了 當小朋友的考卷上面問說 這個寮什麼不熟呢 然後照詞什麼呢 結果小朋友都知道 連小學生都知道賴皮寮可紅了 所以賴神變成了賴皮寮的男神 馬英九昨天站台不講話了 聽聽他怎麼說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處理自家的圍建 他根本不管 他在京北市的萬里 有兩層樓的圍章建築 與豪華的庭園 他卻是打死也不猜 被媒體戲稱為賴皮寮 他為這個事情兩次流淚 好像很委屈 可是媒體評論也很有道理 怎麼說呢 喜有夢將女哭倒萬里長城 金劍賴神男 氣寶萬里為劍 萬里為劍有多紅啊 現在連小學生考卷都知道了 那更何況是觀光打卡的熱點 但其實網路上討論 到底賴皮寮殺傷有多大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意見是如何呢 就是說現在粉專開始有一種洗地的做法 就是說打賴皮寮就是打礦工 礦工很可憐很辛苦很艱難的 你們居然去打礦工嗎 不過這樣的邏輯顯然在網路上的朋友是不太買單 所以各種哭手圖越來越多賴清德哭 他家是礦工悲劇 他當過立委行政院長副總統 所有的行政資源跟權力都在手上的時候 怎麼從來都沒有解決呢 當賴清德老家 現在各種的言論跟殺傷力正在被檢驗當中的時候 曾經他用比較可憐的 這個叫什麼委屈的說法說當年真的很苦 在礦工聊這裡的大家都會覺得 小時候放學回家最怕看到草席跟白布 當然就擔心隨時會發生各種事故 所以老家內部 雖然我們看外部畫面非常的奢華 他就說內部像老廚 就是一個老房子 大家覺得外面看起來花木服輸跟奢華 裡頭就會變得很老舊嗎 所以玩具槍協會會長 理事長會長 還貼出老家照片等等的 強調很委屈 很辛苦的滴滴血淚 那其中賴清德 萬里老家這些鄰居們 都喊 現在發了一個公開信 說受夠了 受夠了什麼 說要把我們逼到哪裡去 這封信告訴大家說 拜託大家不要再惡意的污蔑 在礦區的房子跟賴副總統的老家 可以讓他們回到平靜的生活 我們只是在這裡生活的善良老百姓 那當然前幾天他本來還在講說 四天前還在講說 這個地方有免費的維安 很安全 都不用請保全 那現在是不是真的打卡的人多了 還是在情緒上需要一起被一體適用了 所以他們說不要再逼我們了 網友討論 南鐵被東移的居民表示 他們的平靜生活連房子都沒了 到底是誰先炒違建的 回力標罷了 好多人都被拆了違建 就他家不用拆 這不就是個比較值嗎 只有賴公寮變豪宅 所以這些鄰居們受夠了 其實應該要先問問 為什麼過去當行政院長 立委的時候 都沒有幫礦工集體在法律上解決過問題呢 那現在雖然賴清德已經在公開的辯論會上 政見發表會上講 他要公益信託這個老家 那大家很多學者會計師 連基本的會計師都跳出來說 這個很難 不可能 結果剛剛最新推播消息是靖新聞做的推播 他說最高法院 法務部跟學界都說沒問題 然後內文如果仔細看的話 大概都只是比較強調 在野其實誰的房子還比較有問題 這個的話可以作為信託標的 強調一名法務部官員不具名 告訴公刊 依法而論 絕對可以 對 待會可以來賓來評論一下 但賴皮聊很有意思的是 不是一個打卡熱點嗎 我們剛剛講了 但一直在移除 又射上去 移除 又射上去的地標 然後這地板裡面的圖片呢 發現啊 哇 原本有的國安人員的畫面 通通都要用美圖秀秀嗎 不知道他們用的是什麼軟體 把它變成鬼影了 因為理論上來就全部清楚 就連這個都看不到 技術也不是太好了 從馬賽克之後告訴大家 國安局掃地的各位 現在完全不可以出現畫面了 不虧 過去在很多的記錄裡面 都說不虧是寶貝金孫 有人幫忙擦枝抹粉等等的啦 這個是大家在網路上的討論 但無論如何 這個老家的爭議 賭盤 印象認為評估怎麼樣呢 最新這一則新聞報導說 大概在差距上地下賭盤差30萬了 雖然這個地下賭盤是不合法 但的確其實也影響大選的開票結果 對委員們甚至有幕僚說 支持者的焦慮感越來越大 因為至少我上個禮拜還在聽說 高雄的朋友告訴我說 好像還有70 甚至80這樣的比例 現在真的只差30萬了嗎 只有參加人才知道啦 但網路上現在搜尋被說 熱門的搜尋關鍵字叫做 賴清德之外 老家 違建 管理老家 顯然民進黨應該會發現了 違建 老家已經變成了關鍵詞 影響選戰了嗎 亮哥 想不到小學生 也都知道了這個最新的消息 不 這個去扯周邊的礦工 我覺得這種人才是殘忍 沒有人在講別的礦工 就只有長賴清德 因為你這房子是2003年蓋的 那個時候你是立委 對不起 你已經不是礦工了 當然他有孝心 他是幫他媽媽 讓他可以住在 住比較舒服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可是這跟礦工沒有關係 你如果真的關心周邊的礦工 那我請問你 你當立委那麼久 那你又當了行政院長 請問你有幫他們解決問題過嗎 事實上有數會久久有去查 查賴清德在當立委期間的質詢 然後還有他當行政院的 所有的行政院會議的記錄 從來沒有對礦工的集體居住 因為沒有建造 沒有使造這種法律遺留問題 歷史遺留問題做 試圖幫大家解決 沒有 而且新北2019就提公文到中央 說這個是非都市計畫的管制用地 那內政部是可以協助處理 沒有回應 今年已經是2023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不要那麼噁心了 還要轉移焦點 去問問自己 摸摸自己的良心 沒有人打過周邊的礦工 不要胡扯 我們只從2003 賴清德蓋這個房子 然後他當立委 後來又高升到行政院長 或者是他台南市長任內 請問你有沒有幫礦工 試圖解決集土居住權的問題 而且這個不是一地 所以為什麼那個內政部沒有回 那個新北市的公文 因為他如果要處理 就要全國一致 所以到現在都沒有處理 你當行政院長也沒有處理 你內心有把礦工 放在心裡過嗎 沒有嘛 就選舉的時候才有一些噁心人 開始寫什麼礦工之子 想要打自己的書 那你自己 你有關心過礦工的居住問題嗎 沒有啊 你當立委 當行政院長 當台南市長 從來沒有幫礦工 解決過居住問題 那邊規則什麼 明明就是你自己的問題 人家也不是說要猜 人家就說 你為什麼到現在 人家最看不下去的就是 為什麼一直到今天你還不認錯 我們且不要說那個房子的性質 至少它是歷史遺留的 沒有法律地位的建築 權狀怎麼寫 建號是林洞 所以為什麼新北市會說 那個不存在 因為我去查你的權狀 上面的建物建號是林洞 所以新北才會這樣說 你這個建物不存在 法律上不存在 所以人家才會質疑說 既然法律上建物建號寫林洞 這樣怎麼做公益信託 信託財產的權狀拿出來 不存在 那我怎麼去畫建物的面積 人家是要問這種問題 所以你法務部在那邊幫賢 說可沒問題 你處理給我看 請問建物建號是林洞 如何做公益信託 信託財產的法律文件 就是長這樣 要怎麼處理 你告訴我 不要幫賢 想做官 升官 講這種屁話 什麼法務部官員 站出來 你叫什麼名字 站出來 賴清的我們不問 你這個歷史遺留的建物 本身的法律地位 我們不問這個 我們只問你 2003年改建 那個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違法 你沒有使照 沒有建號 沒有建造 沒有房屋稅及 沒有繳過房屋稅 請問你這一連串的過程 有沒有違法 如果你違法你道個歉這麼難 你這個人怎麼會驚成這樣 這種人當領導人最可怕 就是你明明就有違法的事實 你不承認 到現在對違法事實不認 不道錯 不道歉 不認錯 這樣的人當國家領導人多可怕 這個已經這麼明顯 所有的老百姓都看到了 你還不認 道個歉有這麼困難嗎 真是可怕 兵哥 大家只是覺得 相信他自己也意外 納悶 會燒到今天這個地步 甚至會動搖他的選情 這麼嚴重的原因 就是大家的同理心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 而林軍們現在站出來說 要把他們逼去哪裡受夠了 恐怕他們自己壓力來源 也不一般 其實我覺得 整件事情的發展 越來越像去年的林志堅的論文 其實基本上就是完全一樣的路數 本來一個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林志堅當初論文只要說 抱歉我這個有問題 就結束了 親呼了 其實就結束了 不願意面對的結束 誰在乎他的論文到底是抄來的 是怎麼弄來的 誰在乎這件事 沒有人在乎 是他一直說謊 然後蔡英文帶著整個民進黨硬拗 跟學術界對著幹 才造成去年大敗的後果 那今年又來了 就為了本來一個違建 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台灣到處都是違建 他只要承認錯誤 他鼻子摸摸就結束了 按照法定程序處理 就趕快把它處理掉就沒事 就硬要拗 拗成這樣 你看現在 你家本來風水保地 現在變靈異現象了 你旁邊的人都被馬賽克 馬掉都不見了 對 好可怕 對啊 那個滿恐怖的 而且我覺得馬的也不夠 你去馬特勤人員幹什麼 應該把你那整間屋子 給他馬掉不就結束了嗎 消失了 根本因為這才符合 新北市政府上面的登記林洞 上面是沒有建屋的 你把房子也馬掉 你不要到時候 你選票都被馬掉 那就難看 那我必須講 其實大家都覺得匪夷所思 為什麼他要為這間房子 這個房子看起來沒有多大價值 因為是蠻偏僻的一個地方 你硬拗成這樣到底要幹什麼 而且更奇怪的就是要派 特勤在那邊 22個人在那邊駐守 請問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22個人守一間空屋到底要幹嘛 是老共會在那邊登陸 還是怎麼樣 還是蔡英文論文藏在裡頭 不然的話為什麼要那麼多人在裡頭 我不懂啊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很多人在想 他是不是那邊是個風水寶地 今天所有的討論都已經往風水方向走了 其實有 龍穴 對 有人說他那邊可能是龍穴 可是我必須講 這不是我畫 這是有風水家畫 因為一般所謂的龍脈是怎麼樣 太祖山 少祖山 父母山 然後前面就是你家的龍穴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運勢就很順 然後左星龍 右白虎 然後整個都像一個椅子一樣 有靠的姿勢 然後前門開闊 這樣子視野壯闊 望出去之後 這個人的命就會好 命勢就會好 那可是呢 如果你去賴英文他家附近看過的話 你會發覺剛好相反 因為他家背後那座山比較高 可是後面這邊是倒過來的 倒退 板子要擺自然鏡頭才拍得到 對 等於說他的父母山 少祖山跟太祖山的視序不同 他父母山最高 少祖山 太祖山 把他往下降 就變退龍 進不了龍 反而退龍了 那退龍就會容易遭遲一些是非 可能容易遇到小人 可能會交到壞朋友 所以我不知道 他的壞朋友是不是講民進黨 我就不知道 因為他離開萬里之後 認識了民進黨是這樣嗎 我不曉得 那反正 我覺得風水 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照理來講 賴清德本來是信基督教的 他應該不會這麼迷信這種東西 可是問題是 你去他那個旁邊 他去P的那個公園 他第一個 他那個公園 他為什麼剛好買228瓶 這中間象徵什麼 然後誰戶為什麼剛好是駐守22個人 這是什麼神秘數字嗎 玄奇數字嗎 然後在那邊有養井裡 有風水魚 不是什麼九黑五花嗎 是 所以請問一下那是什麼政法嗎 所以賴清德是在這邊擺了一個什麼奇門政法嗎 是因為這樣才能夠幫助他選上總統嗎 是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 因為到現在國安局都沒有給我們一個合理解釋 為什麼要在那邊派出這麼多人重兵駐守 到底要保護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看起來真的是蠻詭異的 那我也提醒賴清德老家附近人 我不知道這篇到底是不是你們寫的 如果真是你們寫的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一件最基本的事情 過去這幾十年來 有一個人可以幫助你們 他明明最有能力 他也最了解你們痛苦 可是他從來沒幫助你 然後只關心自己風水的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就是賴清德 所以你們有沒有想過 如果真的想要改善你們目前生活的處境 保障你們的居住權的話 是不是應該換另外一個真正願意幫你們的人 而不是那個只會嘴巴說的人 志倫因為我們節目上突然在網路上有很多討論 所以被引用到節目上來討論 就是風水等等的 其實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大家想不明白 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 他可以拖這麼久不處理 一定有原因才會往其他方向去想 風水或不可告人等等的 不然的話沒有道理要讓這個選戰燒到這裡 志倫 其實我覺得看到這個賴清德萬里這個 這個叫做公寮的事件其實蠻有感而發的 因為我父親他其實也是礦工的兒子 那最近我在跑行程的時候很多鄉親說 志倫你們家的這個公寮 怎麼沒有賴清德的公寮那麼漂亮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心中什麼是公寮 我的父親有三兄弟 加上我有六個姑姑 九個人 加上我的阿公阿嬤總共十一個人 住在不到十坪的房子 那就是公寮 所以現在大家一般人的想法 一定會覺得說很奇怪 就是賴清德的公寮 跟一般人想的公寮 長得完全不一樣 跟鄰居也不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說 第一個大家會來想的就是說 他一開始他沒有說 就是像剛剛亮哥跟斌哥講 他沒有承認錯誤的勇氣 他沒有一開始就說不好意思 我以前的公寮是長這樣 後來我拆掉以後 我改建成這兩層樓的房子 可是這個是已經在法令規定之後 規定之前我就蓋好了 所以這個叫做寄存的 不管是寄存的建築還是違章建築 不好意思 大家這件事情我們來平息一下 他沒有這樣做 光是這些事情他就吵了很久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大家 後來才衍生出來的問題 我覺得更好玩的就是 後來出動了很多空拍去拍 所以才拍到這些國安單位的特勤 剛剛斌哥講二十幾個人 去那邊做打掃 算床墊的 算床墊的 三床墊 知道有十二床 所以我說有這麼多的 政府單位的人員來幫忙做這些事情 相對對賴清德來講是十分很大的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派這麼多人 這麼多國家單位的人 花人民的納稅錢 來雇一個沒有人住的房子 我覺得這是讓人民 相對有波多管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第三件事情也是很重要 賴清德現在提出了公益信託這個東西 其實我本身是會計師 我也要跟大家報告是 這事情其實非常的複雜 因為第一個 它這個東西是一個 剛剛講的沒有所有權壯的房子 那是不是尊正 其實大家都可以來回公房非常的久 完全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 可以把這個事情解決的方式 那我可以確認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相信明年1月13號也沒辦法解決 我覺得這是 不管我們現在大家 所有的大家年輕人來講 最不能接受就是 到明年1月13號還沒辦法處理完畢 不管法律怎麼定 他說可以就可以了嗎 是這樣嗎 那我們法律是定假的 給特定人遵守的嗎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